自導致演劫金六福職員鼎靜同黨 二十一歲的關仲廷 昨日聖英村謀盜竊 他願意鼎靜同黨金銘軒 找到二十一號判刑 案發在三月,他的同事金銘軒 負責由將軍澳分行 找三十萬金色去到旺角分行 下週大約一時,他走到旺角港鐵站時 辦賊的關仲廷就衝出來劫金 金銘軒就報案和上報公司 告訴賊人在背後用硬物紙客搶金 下週四點,關仲廷竟然去到 佐敦六福分行 說要幫阿光賣金,還拿一些金色出來 有職員認出他是九龍灣分行的職員 就喜而心向上級匯報 檢查後,證實金色是幾個小時前被劫走 所以就報警 警方在關仲廷三個膠袋裡 起回被劫金色 警戒下,他承認因為要錢應急 所以串通金銘軒偷金 得手後,關仲廷可以分到三成 他說自己只是依從指示,金銘軒才是策劃者 金銘軒早前獲撤銷控罪 但日前再被捕 被控串謀導師和誤導警務人員 暫時無需答辯 控方指他案發前曾經去踩線 准以一萬元現金保釋 所以,考到解決定 了解決定 現在已經進入了 指示了 這次是指示的 對不上來 會導致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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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